现在登场的是马冬杰队 马冬杰 Bad Machine 而他们的搭档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舞蹈系副教授苏鹏 马冬杰应该压力蛮大的 我老想看苏鹏那个作品 他去年那个作品 我就爱惨了 我也看了去年 苏鹏老师和叶音还有杨凯 他们的那个作品 就是真的很震撼 就觉得苏鹏老师真的太牛了 整体的故事情节 就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他要过一次生日 但是内心当中有一个人 不想让他过这个生日 内心当中又有一个人 是想要让他过这个生日 整体上就是我们内心 当中的两个自我和现实自我的 纠缠 游戏 和解 大概是这个意思 今年觉得相比去年 戏剧性偏强 人物感偏强 那么就想着 我们稍微的开放一点 让观众更能参与进来了 这个 我干嘛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今天 今天会发生什么呢 请欣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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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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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猣度》 《小猣度》 啥意思 你看 eureke 就是酷 就是酷 好的 四位队长还有大师团的代表 可以开始打分了 这次的作品都这么费吗 现场的100位评审 如果您喜欢这个作品 请在我倒数之后 投上您手中的黄色毛巾 3 2 1 工作员向台几票 好的 还是先让他们来介绍一下 他们这个作品吧 整体上这个作品 设计初衷 想设计一个开放式的结构 给观众 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比如说我们一个 倒置的沙发 奇怪的面具 突发的生日蛋糕 还有一个突变的情绪 这几个东西汇聚在一起 我们想其实有一个表达的主题 就是一个荒诞的 一个心态 我觉得荒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你今天可能成为百万富翁 明天也可能一贫如洗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 在这个没有理由 的世界中 去行走自己的生命呢 可能就要保持一颗荒诞的心 这也是我们想拿这个作品的 跟各位观众沟通的一个桥梁吧 荒诞 谢谢 来 四位队长看后感觉如何呢 虽然老实说是一个荒诞的故事 就是发生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感觉 我又可以 以另一种方式 好像能把这个故事给串联起来 好 可能 三个人是一个老人的状态开始 那突然画风一变 变成了汽车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时光机的一个汽车 然后回到了比如说年轻一点的时候吃这个蛋糕 就或者是三个人年纪大了 想去完成一些心愿 都有可能 余欣 我之前就有看过苏鹏老师的上一季应该是和 杨凯哥还有对对对 叶英哥有一个这样的作品 然后这一次其实有一点点延续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方向 我觉得这一次是 我觉得这个沙发 其实它是一个经常作品里面都会用到的一个常规的道具 但是你们把它运用的很不常规 是挺难得的 刚开始是三个人其实都是围绕着沙发去完成一些画面的 要把沙发最后再倒过来 人再翻到前面 然后最后会有蜡烛的出现 其实整个的道具使用 画面的丰富性 整个舞台的动线是非常丰富的 我很喜欢他们这个作品对空间的利用 而且像苏鹏老师最开始以下用倒立的方式躺在那个沙发上 你不觉得很像上帝视角吗 然后呢跳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沙发在转转的时候 白摩星又上到那个沙发上 然后又打破了一个空间 对 然后马东杰又又出现 又变成了一个正常的视角 对 他用了一个沙发和他们的编排的形式 让我们的视角主动在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表现形式 我请一位和苏鹏老师也合作过的大师 啊 叶师傅 叶 感觉如何 我感受到有一种是一个老头的三重人格 然后包括到最后发现孟醒来 哎 是 原来是我的身子啊 哎 也是我的 也是我的这种感觉 也是 但是我从上一次跟苏鹏老师合作下来 我感受到就是 《现当代舞》的魅力就是 它可以有很多的 就是解读 它可以 不用去说清一个具体的故事 但是每一个人看有每一个人的理解 这个其实开放式结构 我觉得 这就是现在我们的结果 就是编导 表演者和观众 共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结果 要看你怎么看 就是相当于看观看者的解读 也算是创作的一部分 对 好的 我们请回 Ziko Dickens 请他们来到舞台上 公布答案了 接下来公布两组的成绩 Ziko Dickens 李承轩队长 96分 刘雨昕队长 97分 王一博队长 100分 大师团 韩庚队长 100分 大师团评分 291分 现场评审投票 97票 最终分数 781分 目前最高的 马东杰 Band Machine 李承轩队长 89分 刘雨昕队长 92分 韩庚队长 99分 一博队长 95分 大师团评分 277分 现场评审 82票 最终 734分 恭喜 所以马东杰 Band Machine 现在可以去 休息去休息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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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恭喜 Ziggs 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Zikens 的这一组 因为他的这一组的作品 我是完全挑不出瑕疵的 我觉得好的作品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解读方式 但是每一种解读方式都是完整闭环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马东杰和Band Machine的那一组 其实就差在这儿 我少给了两分 就是在创意分上 好